嘖 喂阿刀,有東西繩什麼? 什麼來的? Let's Unbox 我是刀鋒 一班傢伙在旁邊吃花生 是什麼來的? 沒有,我剛才看到你貼貼紙這麼悶繩的東西 有多好,這麼輕的,是什麼來的? 咦,喂,日本技來的,很棒的東西 你猜是什麼來的? 我開就知道,但是很輕的,這麼大盒是什麼 一定不是DX的東西 但會不會這麼好似,你覺得送一盒給你 日本直送的 直送是什麼? 那盒而已 阿刀要給好東西給你,但不是給你 又給我,又不給我們,你講什麼 很想要你,但不是給你 這個東西不是屬於我的嗎? 是屬於你的 我拋廣了好像不是給我,很喜歡但又不是給我 如果有人給你,我就說不是給你 什麼事,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機 他綁了一個粉紅色的蝴蝶結 我就是看到蝴蝶結 嘩 嘩 嘩 是什麼事 是不是阿POW已經結婚的超代狀 嘩 不用這麼大盒嗎? 哈哈 嘩 什麼來的呢? 海報啦,肯定你這麼大 什麼海報呢?你猜是 什麼海報呢? 嘩,看不到 無緣無故買了一張海報給你 沒關係,一起開囉 我說正的,一起開 好 預備 1 2 3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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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這張就是阿Dol恨了很久的 Ultaraman Saga當時的電影開幕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呢? 誰都帶你 有Team U Team U Team Ultaraman 成對AKB Team K 那些主力成員都起了 嘩,抽完才加 嘩 曾田有華 正啊 嘩 我眼中是這個 你竟然喜歡 我眼中是這個 你喜歡男人竟然 我眼中是他 嘩 嘩 主要是因為他老婆 對 前妻 前妻 嘩 功澤左光 接著還有梅田彩街 嘩 曾田有 這個小林鄉彩不死 哈哈 其實呢 這麼多年看特殊片 真的很少我 整隊女子團體 都放進去電影裡面 因為當年實在 AKB是紅得太厲害了 紅到連員工都要 找他們幫忙做宣傳 真是厲害的 我現在才看到這件事 什麼呀 原來當時有3D的電影 都是戴立體眼鏡 對 這些扣東西應該是 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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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久以前 十年前 真的十年前 對 那時11年 11年就是這個 Frieling Gator 那一年 是AKB最紅最紅 所以我經常說 我永遠看Zero 都覺得它是新場 但是 其實 距離這套東西 應該不止十年 這套東西已經很新 不是 Zero已經出了這段時間 如果計算Zero 第一次出場 是2009年 剛剛跟DK 那套VX 大Suka 但Zero 現在的感覺 都是新車 這張東西很棒 哇 鴨在哪裡找回來的 一來 為什麼這樣問老鴨 因為其實我們公司 鴨其實是一個 海報收藏家 其實我們公司 都有很多 這些 叫做 翻早宣傳 在地鐵站 或者戲院門口 特別大張 鴨就很喜歡運用這些海報 因為我小時候 為什麼會這麼喜歡呢 一來 其實我們 有這麼大張 屬於那套作品的海報 其實很難買 二來 因為小時候 我們小時候 十幾年前 想超人買DX 你會記不記得它門口 永遠都是貼了最新 當時最新的作品 如果那天賣 蒙面超雲新腰帶 他有當時的蒙面超雲 那張翻早 正常翻早的海報 是街上買不到的 是買不到的 因為正常 以我所知 其實比較多 是給百貨公司 因為百貨公司 很多時候 都有那些很大塊 宣傳的廣告版 基本上一翻早 或者第一天買 都會馬上轉了一張海報 就是給它宣傳當年那個 那個翻早 但問題就是 當年很想要 其實我有試過 嘗試過 嘗試問一下老闆 但他們就說 他們都是翻破 因為可能是代理 都是只有一張給他們 直到近年 其實這幾年 進步得很快 其實這些海報 就一定要基本上 在日本 Yahoo拍賣找回來 其實 因為我最近發現了一個平台 好像很容易 就可以買到20元的東西 那我就叫做 剛好欠握到一份禮物 本身 那就還J數 就試一下 你大把東西擠吧 不用要 你有那麼多女兒 不需要禮物 我沒有女兒就要擠海報 你有真女兒就不用 所以我就叫做 小事牛刀 試一下用這個方法 去逼一張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但是 之後會說 用什麼方法 但是我們現在 因為之前有兄弟 好像看過我們studio的影片 有見過某些開部 那趁這次都不怕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收藏了少少部分的 翻了開部 阿鴨哥的陣床 這些吧 阿刀最喜歡的 阿死馬獻了 好 扔下去 但是這張是不是看完 可以馬上收回去 現在扔下去了 其實這張海報漂亮的 這張海報是很漂亮的 因為當年買 我記得當時一播買的時候 跟阿刀都有問過 買不買好呢 但是這張好像五盲綠色 好漂亮 對呀 這張是走開 為什麼 好漂亮 看一看 這邊這些 你想什麼看 來來來來 不用不用 不要拿出來 這個才是 嘩 這張沒得頂 難怪你這麼囂張 很囂張 這張我和老拋 夾粉買回來的 因為我和老拋都很喜歡 我不喜歡 我喜歡Z6 你喜歡中式 我不喜歡中式 搞難 其實超人 反而比拉打更加難買 因為可能本身的貨 不知道是不是貨員 或者小人去買 是相對會貴一些的 超人來說 還有超人 一過了真的賺不回來 你CO1過了 給錢有 但是超人的翻了開步 基本上是很難的 東映的會比較容易賺 沒錯 買的時候 都沒有想過 Z6 會更受歡迎 是 最後一張 這張 就不在這裡賣賣 但是 都有一天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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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樣的東西 買不買 然後我 不要理那麼多 馬上衝 當然要 這張 剛剛我們說過 你隔了一年 找上年的翻組都難 這張是隔了幾年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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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幾周年紀念 20年 25年 25年前的東西 25年 最重要的是 配合未來 所以 鹿鴨就馬上買 不要想 所以這張就是 先補充一下 因為我後來搜尋資料 這張不是當時的翻組 這張是已經播放一年後 1997年 出碟 的海部 即是錄影帶宣傳 沒錯 但是其實都是相差一年 還有1996年那張 很貴 我找到但是很貴 這張也很難找 還有 分組的那張 是不是有DaiGo 什麼都沒有 都只有一個Multi-form 這張是比1996年 因為當時沒有那麼多設計 沒有什麼 但這張 是有那種 又簡單 又明確 對 很簡潔 這些是好像日本看展覽 將這些東西放在皮膚旁邊 沒錯 那些款式的海報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接下來Torriga那張 都要盡早做 總之大家記住 要買的時間 的時間 就是DX出武內頭 那幾個星期 即是百貨公司 做宣傳的時候 對 那你用日亞必 基本上十拿九元 也不會太貴 咦?那你這個時候找到新朋友幫忙 對 那你這個時候可以試一下 用它幫忙買皮膚 沒錯 我們也爭取了一些優惠給大家 現在就來分它一下 爆雙兄弟 優惠是斷丁 好了 剛才介紹了那麼多海報 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 知道到底是用什麼方法 去買回來呢 其實這次我就用了一個叫Fundbit 的代購平台 那Fundbit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它就可以很輕鬆地 讓你買到日本有好拍賣 日本樂天購物 日本Amazon 或者很多不同類型的 日本精選的網店 都可以很輕易幫你去到手 那麼它的網站 本身已經將這個日文 全部中文化了 所以不懂日文的朋友 都不用擔心說 又會看不明白 其實它已經是 直接這樣照譯 而且你很輕易按個按鈕 它已經會幫你出價 或者去追蹤 見貨是怎樣的 很多的資料都已經是中文化了 那麼 到底分別呢 跟其他 因為外面坊間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這些代必代購平台 到底有什麼分別呢 這件事要問我 我說清楚了 我們經常在日本買很多CD 你都知道的 通常日本買家 都很怕運送途中 弄壞你的貨物 那麼它可能 將CD這麼小隻 都包到整個鋼落傘 這樣 又塞Bubble紙 又塞防撞欄 大大的紙皮盒 那麼 令到那個運費 因為盒太大 令到運費很額貴 那麼所以呢 分別就會盡量 將你的貨物輕裝化 當然啦 就是這個 保護到你的物件 為前提的方法去輕裝 那麼大大便縮減到 那個運費 高昂的費用 那麼 除了這個縮箱之外 還有這個 四大保證 那麼哪四大呢 好了 保證一 就是商品未到貨 全額離倍 為了維護會員的網絡 購物安全 那麼 如果你Bubble那件東西 那麼 但是那個賣家 十四天都沒有聯絡 那麼 完全走路的話 那麼 分別將會賠償你的得標價給你的 那就是 就不怕被人走貨走單 好 那麼 保證二就是買家商品記錯全額處理 那麼 如果買家記錯東西給你 即是 不是你Bubble那件東西 不知道寄了什麼垃圾給你的話 那麼 他們分別將會協助你和這個賣家 就會退貨的 那麼 當然 存額會奉還的 還有呢 那些運費 分別都會完全還給你 那麼 一毫一分都不用虧了 哇 好 好 保證三 商品在運送損壞 存額會賠償的 好 那麼 在運送途中 如果不幸那件貨受到損壞 那麼 分別將會負責這個維修的 那麼 如果收理得到 當然 非常開心 那麼如果萬一這件貨真的無法修理的話 那麼 分別將會無條件 存額賠償回得標金額給各位玩家 那麼 賠償之後呢 這件商品就會歸於分別所有的 那麼這個大家要留意 好 保證四 百分百透明化的費用和資料不灌水 那麼 正如剛才鴨哥上說 他會將所有那些網站啊 那些條文啊 付費那些 都會全部中文化 那麼 那麼大家就會清清楚楚 究竟中間會收你什麼錢 那麼大家看過對呢 那麼 那麼先落標 這樣就獻除了很多的誤會 那麼 哇 正也不得了啦 好了 那麼 講了一大堆的保證啊 還有賠償之後呢 那麼當然不止那麼簡單 實有些傻傻 有些傻傻呢 那麼就益一下我們呢 爆傷兄弟的各位觀眾和朋友 好 那麼呢 適逢今個六月啊 他們就推出這個呢 免國際運費的活動 對啦 那麼大家見到啦 那麼 只要可以在官網領取這個免運貴券的一張 就可以最高折扣有3kg的這個國際空運的 那麼 還有呢 如果我們選擇在這個中環置取點去拿我們貨呢 更加可以不花錢 就可以有這個本地的0元運費 還可以即場給你驗貨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好友推薦活動 你們成為了會員之後呢 就可以將你們的這個推薦碼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那麼你們的朋友 再用你們的推薦碼呢 去完成註冊啦 並且呢 在那個月啊 完成第一次他的這個付款交易之後呢 你和你的朋友啊 都可以在那個月呢 就得到一個三選一的禮物的 那分別就是啊 50元的這個分多拿 就是這個分必隊友啦 或者就是呢 40元的麥當勞禮券 以及或者就是這個 50元的屈神使禮券的 今次呢 介紹給大家 當然是有我們爆箱兄弟的這個專屬推薦碼啦 那大家記得 只要去到免費註冊這個位置呢 填好所有的個人資料 去到推薦碼那裡 請大家輸入這個 unbox bro 這樣呢 就可以用我們這個 推薦碼呢 去成為會員 去拿你的這個禮物啦 unbox bro 好啦 那看完優惠是不是很癢呢 因為其實我們直播呢 很多人留言呢 都經常問我們 喂 你們是怎樣買到日本 Yahoo的東西 因為日本Yahoo很煩的 又要有日本地址收東西 可能喜歡日本信用卡付錢 基本上在香港你是極難的 除非你到那邊有親戚朋友啦 如果不是你單頭呢 是很難的 我沒有地址 那你怎麼給別人呢 是啊 那所以呢 有了這個優惠之後呢 大家就 哇 發達了 因為說著日雅 不是只有海報的嘛 你也知道的嘛 很多古董玩具 或者香港買不到的玩具 隔壁上去看什麼真寶真蟲 是死人的 所以我現在很擔心老鴨 老鴨經常在公司 我才有空去按東西的嘛 我怕他按一下按一下 破產 我經常在牆壁上去看 我的彈珠人也有 他很煩的 他按到一些東西 有時候都買不買 幫你買吧 你覺得他像魔鬼一樣 是啊 我沒有說很遲 魔鬼 直接是 所以呢 大家要小心 小心他吧 對 我們的詳情 以及今次的優惠碼 或者各方面的資料 都會放回這條影片 下面的簡介那裏 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可以去支持一下 好了 講到這裏 相信大家已經按了 STOP 鍵 按進去試了 所以都不阻礙大家 沒有STOP 已經聽到你說話了 所以不阻礙大家購物的時間 希望大家買到心頭好 好了 今集暫時玩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買到好東西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